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4月3月11日美国东部事件 现在是下午事件 我们来看越南总理最近访澳 然后再次戳中中共的紧张情绪 因为越南总理范明镇访澳大利亚发表了联合声明 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并且在军事上 在政治上 经济上全面合作 还提及了南海湄公河的内容 这个毫无疑问 这是越南要摆脱对中共国的依赖 一个进一步和西方国家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 一个重要的举动 很多人说越南会不会真正的和西方站在一起 未来会不会真正的不知道 但是现在从这个地缘真正的角度讲 它绝对是真正的 战斗起之后会怎么样 那可能会变脸色 因为共产国家都这样 但是现在绝对是要和西方战斗起也对着中共国围剿 这是毫无疑问的 因为这个黑帮国家相互之间都是不信任的 就跟中共当时对着前苏联一样 说越南也是一样 是不是 虽然可能觉得越南不够大 是吧 所以好像杀伤力不够 那中共那时候也是很弱的 弱的已经不行了 穷成啥样 1972年的时候跟苏联比 基本上整个产业工业产值以及工业化程度 可以忽略不计跟苏联比 各方面 无论军事装备和武器 不照样成功让苏联解体 所以西方 美国是啥 美国就是地缘政治 是第一位的 至于说 暂时这段时间 这个时候 越南是绝对对中共 打击中共 围剿中共是有利的 所以他就拉到你到圈子里来 进入西方的这个圈子里头 那越南肯定愿意啊 谁不希望过更文明的日子 之前被你天天中共压着 现在直接可以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那肯定愿意 所以 中国很紧张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 美国在搞阵营对抗 拼凑排他进小圈子 违背时代潮流 不符合地球国家共同意愿 觉得是美国在这里 故意拉拢越南 越南来对抗中共国 还有意思是 这个不能成功 林女士 你怎么看 分享一下这个事情 现在觉得人跟人之间 每一个人都是互相尊重 而且是平起平坐的这种交流 那整个国与国之间也是如此 所以当一个国家 他能够被尊重 而且他可以去主宰 他的所有自己国内的这些资源 然后他怎么样去运用在 整个国际的地缘政治当中 他把他自己的资源当作是一个筹码 可以去跟其他的国家做交流 或者是说可以谈判 或者是说进一步的合作协力提升 他自己在本国的这些技术经济 或是让他自己本身 国家的矿产更有价值性 这个是每一个国家的 我相信责任者还有整个对于人民的负责任 或者是我们可以想到一个公司 如果是公司自己一个负责任 他是如此的眼见的话 一定是会让整个股东 或者是整个公司的这一些员工会去支持的 那同样一个国家也是如此 所以当越南他会有这样的选择 我们会觉得他是一个正常的头脑 而且是不意外的 那你除非是他背后有什么小把柄 或者是真的被中央潮 这种邪恶轴心去给紧紧的掐住 不然的话当他自己本身还是有选择的余地的时候 没有人会去选择当奴隶去做 被共屈膝 然后被是完全是压着 被迫执行什么样子 配合这些邪恶轴心国 去做邪恶轴心国所要做的目的 而完全没有考虑到相对的这些国家 配合的这些国家的利益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在跟全球的这些同盟互相在做联系的时候 他最好的方式都是以朋友的立场角度来切入 然后来带入当地的国家 所最需要的最迫切需要帮助之外 也最需要的那种安全 那这种方式是让很多国家 他可以接受美国的这种方式 接受西方的这种价值观的方式 所以当整个国际潮流是往这样子的趋势 每一个同盟国 他在跟美国结盟之后 都能够获得最大利益的时候 而且可以展现他自己国家的 这个本身的优势的时候 我相信是没有人会去选择一个邪恶的国家 然后来束缚自己 然后让自己活在威胁当中 其实每一个人可以做选择的都是这样子的 所以当我们看到日本 菲律宾韩国这些国家 他最近这么短短的几个月的翻腾 可以看到日本 他在过去30年的股市的沉沦 然后到现在的这种经济的崛起 在短短几个月 跟美国的这种战略同盟 越来越紧密之后 然后也因为美国的这个开绿灯 让日本有所在军事方面 然后在经济各个领域 科技领域太空领域 都能够开放的时候 你看日本所展现出来的 这个整个国家的生命力 从股市就可以看出来 所以越南 我相信他们也在评估 每一个跟美国同盟 然后有战略合作伙伴之后 然后又有其他的西方国家 不断的互相在结盟 所得到的之后 后面的后续的效应 其实都是非常 他们会觉得非常可惜的 所以像菲律宾所展现出来的 也是如此 所以越南他会选择是对 在眼前是对他是有利的 那这样子的角度 我相信他在整个架构 就是整个国际同盟的对垒架构当中 他选择美国 这个是没有不需要去怀疑的 这是自己一点看法 我觉得先谢谢 讲到澳大利亚的时候 这里澳洲的中国驻澳大使 肖谦说 说杨恒军 接下来如果不再犯罪 可能永远不会被处决 说杨恒军是死缓 不意味着他将立即被处决 这个杨恒军这个史 是吧 我们说了 这个就是拿来交易的 是吧 那做的就是做交易的 因为什么澳大利亚外交部长 黄英贤警告 什么中国政府对杨恒军的 撕缓判决将阻案 澳中关系改善 是吧 你看就已经表态了 那不会有事的 说白了就是 没这么严重 因为很多现在已经 在有些知道杨恒军的 都已经开始接他 他就中共特务 是吧 中共国安的 中共抓他 是吧 是演戏还啥 啥都不知道 说白了 也既有可能是杀一金 杀一金白 也有可能 故意演戏 用来跟澳洲建立 所有的交易的关系的 这种打法很多 这种打法很多 很多 之前前苏联 也是用这种 抓一个人 抓一个所有的双 间谍 实际上那是双名间谍 然后跟美国来交易 交易完以后 那个人说实话 根本 最后 是不是 他是假的 知道吧 所以 这种 这样的事情 没这么简单 没这么简单 你怎么看这个事 林女士分享一下 这个事情 路德先生在之前节目 也一直 就是把这样子 事情非常详细的披露 也就是 他就是用一个空的 就是本来杨恒均 其实就是中共国的人 那假装是一个 所谓的叛逃 中共国的作者 然后来澳大利亚居住 作为公民 但是他本身就是一个 寝藏的特务 那这个对于中共国来说 或者是对澳洲来说 就是像我们在节目上面分析的 他就是 一件事情出来 他有很多的 影响的层面 也许是让澳洲总理 这个总理 或者是让黄志贤 在这个政坛上面的位置更稳固 或者是在更上一层楼 因为这个人权的事件 然后他们处置的得力 就是表面上是让人家觉得是 这个澳洲政府目前处理的得已 所以呢 跟中方的关系是越来越好的 而且也跟中方的关系 这两天的新闻也看到 澳洲的龙虾 红酒之类的 本来是被中共国 那现在的关系就越来越好了 而且市场也开放了 那这个就营造了一个 这个澳洲总理 然后也营造了这个黄志贤 他在这个政治当中的一个手腕 那这个手腕可以让黄志贤 在澳洲是不是更能够呼风唤雨 这个也都是另外一种方式 然后如果说这个杨恒均 他不会被处使 或者是他被释放了之后 又回到了澳洲 那是不是在澳洲 或者是又在别国 做他的任务 潜藏在其他的这个自由西方的国家 这个都有可能 然后从这个事件 就让世人看清楚 中共他一路以来 中眼隐蔽他的打法是如何 那这些打法呢 也透过路德社 让西方的媒体 五眼联盟 非常的警觉 而且也会把这个 当做一个案例 去审视其他的这些 所谓的人质交易的问题 那这些都是 让我们更清楚 中共国他在 所谓的熊猫的背后 他在过往的 这将近百年的发展当中 对于西方的危害 是有多么深远 这个都是看到 中共国他的这一种情报布局 所对于全球的 不管是在政治经济 军事各方面的危害 我觉得从这一个事件 就可以去回看历史的时候 回看中共国他发展的 这个历程 然后美国他受蒙骗的 这个历程 他们怎么样去对于中共 在做一个有利的反击 我觉得这个都是 路德社还有这些报道 散发出来之后 对于整个西方世界的 一个惊喜 路德先生谢谢 好我们再回到 这个越南这个事 这个 越南 和澳洲建立的这个 合作 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说吧 就是也是挑过中共国 直接跟越南 就是跟澳洲 进行各种交易 是吧 这让中共肯定不爽 因为中共一直以来 在西方 是作为越南的一个中间人 相当于是吧 越南的中共又不敢惹 越南 它是一个硬骨头 为啥不敢惹 为啥 说实话 有的事情是相生相克的 你像 这个美国 绝对克俄罗斯这样的 俄罗斯呢 那绝对克中共国 就他们的正 共产主义国家这几个 包括越南 那绝对也克中共的 是不是 所以呢 因为越南 它很懂 知道中共 这个共产主义政权 缺点是什么 知道弱点是什么 弱点啊 就像中共知道 前苏联的弱点是什么 知道他们 在哪些地方是 打心理战 玩空城机 所以呢 这个越南 慢慢的逐渐 跳过中共 一点一点跟 西方阵营加在一起的话 那中共是比较害怕的 但中共能不能颠覆 成功颠覆越南里面的 这个阵营 很难 为啥 因为越南 它也是一个民族性的问题 民族性的问题 说实话 就是 自古以来 这个越南 这个 这个对于 这个中原 王朝中原政权 一直以来 那都是 是一个对抗 对抗的一个阶段 对抗的一个过程 所以呢 在这一点上 对中共来说 也比较棘手 也比较麻烦的 这一步 地缘政治的起 走下来 应该 应该挺好 没有什么问题 当然未来 你说越南起来以后 会怎么样 那是以后的事 我强行 就跟那个日本起来 以后会怎么样 但现在 主要是中共国 就跟当年 全面的 对着苏联一样 一个逻辑 好 咱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别忘了点赞分享 再见